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情来选择 尤其是在野钓环境下的鱼情比较复杂 什么样的鱼儿都有 再加上野生鱼动作力度比较猛 这就要选用稳妥坚固一些的钓钩 还有就是假如是在鱼场 要依据鱼情的大小 选择适宜的钓钩 小钩钓大鱼会形成刺不深鱼嘴而跑鱼 大钩钓小鱼 小鱼基本就吃不下或许都把鱼嘴给刺烂八次 环和鱼钩往往容易让人疏忽 尤其是八次环 仿佛都差不多 但是小边层就救出过亏 八次环下面的一个圈整个不见了 也便是说八次环完全从中间刻旋转的地方断了 这种状况固然我只遇到一次 但绝不想发作第二次 回家之后立即把全部主线的八次 环全换了一遍 小钩能上大鱼 大钩也能钓到小鱼 只是哪种更合适的问题 关键是鱼钩的强度 不管线组大小怎样 鱼钩尽量买好点的 别钓到大鱼 线组好好的 反而是鱼钩被拉直或许拉开了 那就十分为难了 跑鱼最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停赶的时辰了 新手钓友经常会在这时出现跑鱼景象 准确的鸡钩力度不能过大和过小 鸡钩过大容易给鱼形成激烈的痛苦感而冒死逃跑 很大能够会跑鱼 鸡钩过小的话 会使鱼钩无法刺透鱼嘴 只是刮到鱼嘴的边缘 这时鱼儿只是挣扎 就很容易跑鱼了